太平洋南岛联合封年季将从7月19号开始 一连三天在德兴大草皮盛大登场 而为了应应千人大会舞单元 各乡镇市部落族人都在加紧练习 今年的大会舞朝向南岛 而市长魏家燕以及世代会多位代表 在日前也特别前往探班 为了大家的辛劳 期盼在封年节大会舞时 能够展现花莲市部落在歌舞方面的天赋 为了迎接花莲县年度盛世 太平洋南岛联合封年节 花莲市部落妇女们利用晚间时间 在公所前广场加紧练习 今年的大会舞朝向南岛 这次风格有别以往 睽違十多年再次选用太鲁阁足语当主题曲 多年来其实都是阿美族的歌曲 那今年也非常特别 是我们太鲁阁足群赠名20周年 那我们在今年三天也安排非常多 太鲁阁足的舞马 那就是欢迎大家在7月19、20、21的时候 可以到花莲德星大草坪 为了慰绕族人 市长魏家燕及族人秘书欧美华 除了到场关心也送上冰品 并代表接受县府致政的3万元茶水费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也跟我们所有的姐姐们一起跳舞 那刚刚也买了一些冰品跟饮品 那也希望说这几天练舞愉快 那也希望他们多补充水分 而市民代表会多位代表 也在主席李政伟的率领下送上清凉饮品 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夜里可以降降暑气 那今天跟我们肖敏龙肖代表 那还有平保不定代表 还有我们肖代表的助理 肖思恩助理 一起来关心我们族人 来为我们族人加油打气 期盼在未来的表现能越来越好 那也让我们花莲越来越好 适逢太鲁阁足证明20周年 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这次特别挑选太鲁阁足的音乐和舞蹈 也准备相当多的精彩舞马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7月19到21号可以一同前往德星大草坪 共享盛举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